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样的一个跌法 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我们看到 开盘实际上跌了900多点 我那时候还没睡觉前 我在想说会不会跌破1000点 结果没有 为什么 因为尾盘苹果太强了 对不对 可是今天晚上会不会历史重演呢 我想这不一定 大概也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对不对 真的这个美国股市 还真的是震荡很激烈 如果说美股还没止稳之前 你要台北股市 马上止跌反弹 我认为或许有它的难度 可是不是说你操作什么都会跌 好不好 投资朋友 今天大概所有人都会告诉你面板 今天你看尤达有没有跌 没有啊 投资朋友 今天彩晶有没有跌 没有 对不对 今天连群创都没有跌 好不好 台北股市跌了140几点 在跌什么 投资朋友 台积电啊 其实也没有跌啦 跌0.68%有跌吗 再跌什么 投资朋友 请你看清楚一点 再跌中信金 它跌了1.62% 请大家眼睛睁亮一点 你可以看到 你看这些投信多惨啊 哎 不知道在操作个什么鬼 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操作个什么鬼 好不好 鬼门都关了 还在鬼搞 中信金 你看到吗 高档买一堆 投资朋友 2886的赵丰金 也是高档买一堆 除息之后一路的贴息 我老实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以来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买金融股了 但是你有听进去吗 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有听进去 那个人叫做巴菲特 但是他并不是没买金融股 他是减码富国银行 把钱拿去压最大的美国银行 你看看嘛 存股啊 被动式收入 投资朋友 没有错 赵丰金很厉害 赵丰金去 配了1.7元现金 现在股价27.5元 值率超5%以上 但是你光持有赵丰金 你自己看赔了多少钱 自己看啊 不用我讲嘛 对不对 国泰 今天不是跌这种吗 我请问大家 今天没有跌这些吗 富邦金跌1.17%耶 就跌这些啊 对不对 难怪台北股是跌了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1以上 还有跌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今天找到特别点醒大家的 元大优质龙头 持股第一名叫台积电 持股第二名叫什么 6488的环球晶 我都跟你讲了 你都听不懂啊 都没听你 我也没得到 持股第二名的股票 那你说他为什么把环球晶摆第二名 我相信他是要复制台积电 因为每一家的这个投信啊 他不能买超过 除了台湾50 除了00850那类的这个ETF之外 你不能买超过百分之10台积电 不可以 那他只能买到9.6几9.7几进崩啊 那怎么办 他觉得他去复制台积电 复制啊 还有是龙头的 那就是环球晶啊 对不对 请问大家做12寸金元龙头是不是环球晶 他的选股没有错 只是环球晶股价真的实在太弱了 那你要怪谁 他选股没有错啊 对不对 你要怪你自己 什么不买去买ETF 对不对 你自己的问题你不要怪人家不会操作 人家很会操作的好不好 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去买ETF呢 再来回到今天的标题叫吃豆腐 吃豆腐啊 投资朋友 什么叫吃豆腐 什么叫吃豆腐 大家知道嘛 对不对 吃人的豆腐 今天这则新闻 其实这几天有在传这个新闻 有人去查出来 凯基台北 天啊 怎么每天成交量那么的高 有时候一天150亿哦 投资朋友 你要知道耶 投资朋友 就像以今天的成交量才16 1693来讲 如果凯基台北成交150亿 他单个分点 市占率就是将近10%哦 很夸张你知道吗 就有人去查出来 诶 凯基台北怎么那么夸张 后来有人告诉大家 哎呦 原来 证交所在8月份开放券商 申请主机控制服务 当然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 没有错 对 造成某一单一外资 在凯基证券台北分公司 以高于啊 其他投资人 10倍的交易速度 进行高频交易 熟悉内勤的市场人士指出 因为交易基础不平等 高频交易者想要更多交易优势 一个月之一个月以来 台股成为这个外资的提款机 那他也提到 他说怎么样 大家还在用刀剑对决 有些人拿机关枪在进场 他说过去呢 市场当中各都赔得昏头转向 可是凯基呢 几乎他的特定外资是大赚特赚 这是我之前讲过的事情 我说真的 你们这些人做当冲 每天一进youtube看到 五本当冲穿内衣告诉你 我几岁几岁五本当冲 对不对 穿一个来衣 还要穿到那一桌 穿到那一桌 还要穿个T恤 穿个来衣 我不知道讲是谁啊 那我不认识啦 对不对 你也相信这种鬼东西 结果一堆人去五本当冲 输了一屁股 被谁赚走了 被这些人 对不对 被凯基台北的外资赚走了嘛 他说这种不公平的交易环境 值得尽管会介入了解 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人忍无可忍了 因为一定有人也做当冲 觉得奇怪每次都被他们抢到 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吗 自从改成足笔交易之后 应该是这么讲 以前你盘前可以挂市价买进 现在不行了 你盘前只能挂涨停价买进 但是哦 我请问大家 你知不知道挂涨停价买进 跟挂市价买进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其实不一样的 挂涨停价买进是无限大的一个概念 你看轰天蕾出现 99999 那个一大堆9 对不对 是一个无限大的概念 所以呢 如果同样是在排队的情况之下 你挂在 涨停价买进 跟挂在市价买进的 是市价买进的先成交 所以他必须要怎么样 有一个转换 盘前有些抢涨停的 你刚刚看新闻 新闻说这条公司利多 你盘前可能挂涨停买 一开盘之后 你要赶快改成什么样 改成市价买 你才买得到 那如果你来不及改 你豆腐放下去嘛 对不对 你来不及改的你豆腐就被吃掉了 所以呢 其实这一次的主比交易啊 其实对法人相当有利 对不对 尤其如果你具有一些高频交易的软体 甚至你的速度比别人快的话 相当有利 但是我说真的 对不对 何必那么辛苦 我请问大家 对不对 这我之前讲过的 这本书叫做快产大对决 Fleshboys 他也是告诉你 他去建一条什么 哇 超高速光纤 他去募集很多资金来 建光纤 直接连交易所 来做高频交易 但是有一群人 说真的他们不喜欢这种东西 他告诉你不是 他事实上交易要让大家再慢一点 例如说比交易所还要慢几分 而不是高频交易 这些人叫什么 华尔街的奇异啊 当然这一本书我看完很久 因为这本书2014年出 大概2016年看的吧 我不能记错的话 我看完很久 这本书还蛮精彩的 那我也跟大家讲 说真的 这跟我们关系大不大 我告诉你 跟你们关系很大 跟我们关系是不大的 尤其那些在这里买进的人 投资朋友 尤其那些在这里买进的人 特别危险 你知道吗 你很可能就被这些外资 把价差吃掉了 他知道你要在这里买进 他可以先在这里买进完之后 等到你在这里买进 你开始下单的时候 他全部出给你 你懂不懂 对不对 你懂不懂 为什么这些高速 投资朋友 这内容我们就不念了 好不好 为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就像元金 我们举例这元金好了 我假设你 我同样知道要在这里买进 对不对 某一个分析师很喜欢call 在这里买进 但是我速度 我就是比你快十倍啊 对不对 我试驾去抢单完之后 等到你的讯息 传完所有你的会员之后 对不对 他是不是反手道给你了 不然你以为这个上影线怎么来 我请问你 冲到28.5 你不要以为人家冲不到 对不对 逐笔交易很简单 丢试驾也是那些散户 马蚁熊 一路把你拱上去 砍砍砍砍 一直扛上去 但是被吃豆腐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call讯息的时候 我再告诉大家 通常我是给大家一个range 一个范围 对不对 千万不要用试驾买进 因为万一啊 我的会员里面 有人在凯基台北下单的 有那种外资的 他的速度是你十倍怎么办 而且我也不会做一件事就是 对不对 我有几位清代会员 只有几位 只有几位 各位数的会员而已 各位数 我不会先通知他们先买 让他做价差 不会 对不对 我真的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这种价差懶得做 我宁愿带他们做些别的股票 没有在吃豆腐的 我跟你说 没有在吃自己会员豆腐的 但是你看那些在这里买进的 你看元金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不对 我相信一定有人吃到豆腐 肯定不是你嘛 你就是被吃豆腐那一位嘛 就像你看到 有人就像喜欢吃豆腐 看到志玲姐姐 志玲姐姐我可不可以捏你一下 类似这样 那豆腐啊 不然就吃豆腐 吃不然你就吃豆腐 对不对 我说真的 这不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跟大家强调 我们做的叫做趋势操作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在8块8 很多人都还记得8块8嘛 投资朋友8块8 我去追涨停满 很少这么做 因为我把它锁起来之后 我知道后来会有人拼命去买 结果没想要等到13、14块 才有人进来买 我等好久 对不对 好久的时间 对不对 我等了非常久时间 然后投资朋友 我们后来获利了结了 我们后来获利了结 9月4日 那时候大概25块 没有错吧 对不对 没有错嘛 这些全部都有证据的 这些全部都有证据的 投资朋友 大家看清楚 对不对 会有人朋友 没有给我的 我说你大家不用一定寄给我 我只给你看看嘛 投资朋友 8.83 8.85买 出债25.05 对不对 你不用跟人家抢啊 不需要 我们不是当天买了叫走 不用 Longman 都不用 报到25块 这个还卖得高一点 卖得25.05 轻轻松松 赚下32万一千元 我讲过 元金是我一般会员 也就是说你缴最低的价格 你就买得到元金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不是做什么 在这里买进这种鬼东西 我在上个礼拜三才跟大家讲 市场就有人在那边在这里买进 在这里买进 在哪里买进 对不对 不少人问我元金何时要买 我还是跟大家讲 我很看好元金 对不对 之后我还是会找机会买回来 但是我当时 我在礼拜三怎么告诉你 我说那一位在这里买进的勇者 对不对 昨天买到28.5元以上 朋友 昨天买到28.5元以上 就28.5元嘛 对不对 你讯息收得慢的 你家里网路比较慢的 甚至你还用波接的 倒大没了 你就买28.5元 对不对 那我干嘛去帮他解套 我请问你 我不是开慈善事业 你知道吗 我们也是要靠会员的费用 对不对 不要说是斗内 靠会员的费用 来赚钱的 投资朋友 我说这位勇者昨天买到28.5元以上 就让他自爽吧 这里我暂时就不要做圆巾 给你们做 反正你们买28.5元 让你们做 让你们做到撤开开 说不定明天就回到25元以下让我买 你要知道我们运气一直很好 投资朋友 我们运气一直很好 对不对 圆缸出完他还跌 不过圆缸今天尾盤拉上来 恭喜你哦 我可不像那些很烂的人 昨天出圆缸 昨天出圆展 昨天停损圆展 今天圆展拉尾盘 这个我不再做了 反正我们已经赚钱走完了 对不对 我会回头准备要去买圆巾 但是我不会回头准备要去买圆缸 圆展 我只能点到会这样告诉你 因为目前的资讯 只容许我这样跟你讲 等到后来资讯出来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不会回去买圆缸跟圆展 我不要跟你讲太明 对不对 这些都跟你报告过了 包括四季刚在内 投资朋友 今天四季刚也没有什么跌 一档股票都创新高 最高还到一百四十几块钱 当初买出来九十出头 对不对 当初四季刚的股价 才是现在永贯的股价而已 两家公司逆过来看了 本来永贯一百一十几块 四季刚九十几块 现在两家逆过来看了 但是我觉得OK的 对不对 不是在那边看短线一两天 如果你只是看短线一两天 我说真的你就跟那个在这里买进 或者是那些什么 对不对 全部的追涨停满的股票 你跟他们买就好啦 你不要再找我了好不好 你不要再找我了 真的不要找我 因为这样你赚不到钱 我们做的是趋势操作 那我也看到昨天 像昨天我们昨天下午有跟大家讲过 昨天汇丰银行 在香港挂牌的 不知道创下几年新低了 对不对 那昨天的下午也传出这样的新闻 德意志银行 对 德意志银行 它涉及将近四十亿的什么 洗钱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金融股是这样子 这不是我讲的 赚白菜钱 赚卖白菜的钱 怎么样 单卖白粉的风险 搞了半天 你再帮人家洗钱 然后呢 事实上更大条了 昨天事实上不是只有德意志 对不对 你看 它还有传出来 包括摩根大通 跌三趴 德盈跌8.25% 汇丰银行 对不对 在美国的ADR跌5.52% 所以不是只有 德意志 包括连汇丰银行 可能都有涉及 只是说德意志特别夸张 它六十四十兆 六十兆这到底是 到底是怎么算的 我不知道 还是美金是台币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应该是两兆 两兆美金 所以是台币 我在猜是这样子 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东西 对不对 币案一大堆 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尼可拉 原来 原来它的电池是假的 还有这边跟大家讲不好意思 我讲过这家公司 还好没叫你去买 对不对 还好没叫你去买 我也跟大家讲 你要买一个梦想 我当初把2417出掉之后 我把圆缸出来之后 我是跟大家讲 你去买真正的直播商机 圆缸这次在红什么 圆缸在做视讯截取卡 你买它的卡 插起来 对不对 要插到空 插到空了 不会播出来 插到空了 你从电脑就播出去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17直播 有没有看过浪直播浪Live 有没有看过 就有人在那边唱歌跳舞 对不对 有些人就故意穿得很漏 当然健康直播是不会跪穿很多 是以前17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人在那边 不小心在那边漏点什么等等 那个以前 那不是这个东西啦 对不对 这个叫内容 内容事业 那圆缸所做的是影像截取卡 圆展做的是什么样 Room Room认证过的 视讯镜头 对不对 Room认证过的 要通过Room的认证 也蛮麻烦的 那我跟大家讲 你去看看嘛 我跟大家来我不介绍 我这不介绍 我昨天我在我的会员 讲座讲很明白 叫做直播商机解密 有哪一档股票 是真的在做直播的内容的 不是硬体的 那档股票 可能就会发财了 我这样跟大家讲 好不好 我不要多讲什么 有些东西你会怪我 我说你怎么都讲 不讲的含含糊糊的 大家记不记得 一个月之前跟你讲什么 我说伺服器 我不是跟你讲围影 不是哦 不是哦 对不对 我更不是跟你讲2382 不是哦 我跟大家谈一个伺服器里面 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零主件 而且他还是云达的好伙伴 我也没跟你讲啊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 对我讲过我50块来出 我准备赚一倍出了 50块来出啊 我干嘛跟你讲是什么 对不对 我不需要拿这来收会员啊 不用啊 愿者上钩大家听过吧 愿者上钩 好不好 对不对 买2425我准备50块来出 我没有跟你多讲什么 我说50块很保守了 他是做伺服器的其中一个零主件 不是机壳哦 不是哦 对不对 机壳不就8210吗 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 千万不要搞错了 再来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直播的内容 他是内容提供者 你不要小看这些公司啊 以前有一家公司叫做大宇芝 最近有人问我大宇芝 我说真的 我是看不到啦 我是看不到 但是大宇芝的老板 叫什么 叫什么俊光 阿光 我们就读解叫阿光好了 阿光以前搞一档股票 我连代号都忘记 叫做通讯啦 对不对 从几百几千块 从几百块一路把他搞到剩下个位数 这些东西是真的假的 你根本无从之道 对不对 但是我跟大家谈的这种直播的内容 那家公司 人家是真的 人家是真正的东西 对不对 我也跟大家讲 这种股价 轻易就破败了 就看他要不要愿意跟你讲名而已嘛 现在他不能跟你讲名嘛 对不对 跟你讲名麻烦啦 有没有OTC又关切什么等等 我们不跟大家讲这个好不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 投资朋友 来 这个炸漆案 原来这是炸漆案 还好没叫你买 买些什么 他说他装了一个电池 他可以比特斯拉多跑一倍时间 结果被人家踢爆 原来根本没这个东西 这个创办人才38岁 你看在美国真的很容易致富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之前一滴血事件大家记不记得 有一个人骗人家说 我一滴血就可以验出 你有没有癌症什么的 结果没有这回事 这个尼可拉的老板 其实过去啊 这家公司叫什么 这家公司叫什么 什么 Hittenberg 对不对 Hittenberg 这家公司他告诉你说 我们发现到这个老板的信用很差 我记得他这样写的 所以他说这是一场骗局 他也搜集足够证据证明 米尔顿位了跟大型车厂结盟 假装持有专门技术 结果 现在有一家大型车厂怎么样 摘跟头 不过还好他们输不了多少钱 叫做通用 他现在跟林与可拉合作 11% 那会不会真的是假货呢 我不知道 可是现在执行长辞职了 执行长辞职了 所以昨天跌25% 好像这样子吧 不重要好不好 回到我们要谈的标题 这稍微讲一下就好 因为今天还有很精彩的在后面 今天还有上瘾 你知道吗 投资朋友 对不对 今天还有上瘾 上瘾 投资朋友上瘾 今天还有上瘾 投资朋友来 1234567 连续7跟黑K 投资朋友 7跟黑K 已经来到今年4月份的低点 差不多了 快要了 还没有到啦 好不好 今天还有外资打防御战 这等下再跟大家报告 我们就回到这里 投资朋友 这是大摩出的面板报告 大摩认为 LCD的Panel 面板 对不对 在下半年 对不对 下半年他说TV大概涨了4-9% NP大概2% 然后Monitor大概0-1% 事实上这不知道怎么调查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拿到一份资料 投资朋友 这是一份 一份面板的报价资料 说9月份的面板 32吋大涨多少 涨22% 投资朋友 高阶的嘛 对不对 高阶的涨22% Typical 就是什么 一般传统型的 对不对 涨19% 然后呢 比较低阶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我在个人猜测 19% 对不对 43吋 15、13、11 50吋 50吋的 对吧 50吋多少 13、12、13、15 对不对 55、60吋 55吋的 对不对 55吋的 14、13、11 投资朋友 后面我就不练了 TP面板涨非常的多 对不对 TP面板涨非常的多 那我请问大家 为什么人家今天 能够撑住不跌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即将转货为瘾了 大家不要忘记 我当时去压保元金 就是因为我们 比大家都还早知道 元金准备转货为瘾了 那时候8块8 还没有人知道 我买完就知道啦 我买完它就被迫公布 它的 EPS啦 对不对 我买完它就被迫公布了嘛 不难好不好 这不难 好不好 对不对 光这个 友达 群创 还有彩晶 这没什么好讲的 今天这个新闻嘛 刚好我们就不念了 反正工具机 只要是汇兑损失 就一定很惨 以前卓泳财都常出来在那边 在那边什么 在那边抱怨好不好 投资朋友 这是最新的上营报告 就是他说到上海参加一个视讯的 不知道什么什么展 对不对 这里有写啦 他说这是 什么 他是这视讯的 Vuture什么 对不对 这个应该说视讯的 视讯的这个会议 对 视讯的会议 然后在上营去参加上海的CFF 这个中国大陆的什么 中国大陆的什么 那个什么工业什么什么展 然后呢 回答了这个外资分析师几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刚刚之前 昨天跟他讲过嘛 高盛买就看坏他 高盛说听完之后啊 对不对 他说 正面 正面看待的是 长期的 长期的这个产品 产品产品升级 但是 投资朋友 offset 大家知道嘛 抵消 对不对 产品产品升级未来被怎么样 被未来的盈余下修给抵消了 所以maintain什么 sale 但是 不会告诉你 大模不一样 大模看400就不一样哦 大模怎么跟你讲 投资朋友 我们看最后这句话 对不对 我们建议大家 好不好 对 利用这个时候赶快去减上营 为什么 利用上营啊 股票怎么样 股票是weakness 比较弱的时候赶快来减上营 逢低减便宜的意思啊 我说真的 我只有送他四个字叫佩服佩服啊 对不对 真的是佩服佩服 我说真的 我们不是在嘲笑别人 我是佩服大模的分析师 还看400块 开心就好啊 反正连续跌7天 7天的黑K 你到底要相信高盛的 还相信大模的 都你自己想算就好了 我只能跟他讲 对不对 祝你们好运 我希望 好不好 我希望你们好运 希望你们赚大钱发大财 对不对 那这个之前讲的嘛 对不对 小米供应链里面有友达 所以小米双11要推电竞器 然后面板它能回春 因为中国压瓦灌导体 这也没有错 中国到现在减少对面板的补贴 让我们台湾的这些面板股啊 真的能喘气了 而且过去几年 其实我们没有大幅度建厂 但他们是大幅度建厂 所以他们现在价格很报不出来了 我们都不用 我们几乎都不用 都不用折旧了 这三个 在这三家里面 折旧几乎都提光了 都没有新的建的厂啊 所以呢 你看到 对不对 很可能 最快最快 第四季你就看到友达财经赚钱 很可能啦 我只能说很可能 好不好 真的很可能 对不对 我们讲的 最不起眼的股票最安全 我是开玩笑爆半年 你听到爆半年 很多人可能就跟他老师我要退费了 爆什么半年 这次寻创我们7.3 7.4讲的 友达我们10块钱讲的 对不对 我说你不用看的这么短 你不用看这么短 好不好 我们至少要来一个波段再走 我根本不用担心 被谁吃豆腐 你来吃豆腐吃看看啊 你每天就做这个股票 你每天就这样做 哎呦我冲上去冲下来 我都没有操作 但是我跟大家讲 如果急跌我会叫会员加码 这不难的真的 这不难的 既然面板报价上扬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昨天讲的东西跟你讲过了 你看第二名是什么 环球晶油2743张 他去塑造一个 跟环球晶油很关系的组合 跟这个台积电 没办法 对不对 第十名是什么 瑞玉 瑞十名是什么 是可乘有3000多张 我相信大概都出差不多了啦 我猜啦 我猜啦 我猜因为 这真的很惨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过了 你今年如果去买 原大优质龙头基金的 你这是悲剧一场 对不对 他竟然报酬率只有14.4% 可是你也不能怪他啦 我刚刚讲过了嘛 他限制台积电 只能够买不到10% 那台积电事实上 在台股的全值里面占比 好像是26%还是36% 我都忘记了 你要把台积电 如果买到20% 买到30%的话 我相信他 所复制出来的报酬率不是14.4% 应该至少28% 至少至少 但是因为他可能布局到别的股票 把这些怎么样 该买的东西给分散了 那如果你是散户 你为什么不直接买0050 你为什么不直接买我所推荐过的原大ESG 对不对 我所跟大家讲过的ESG的价格多少 18、19块啊 差别都不大 不然你就买我最看不起被海放的高股息嘛 高股息人家在同时间 对不对 报酬率有34.28 你看 对不对 何苦来栽呢 好不好 对不对 这句话上次没有讲到 昨天没讲到 对不对 钱应该要拿来投资啊 我说真的 这个 这一边真的很好笑 这讲的很多都是投顾分析师的讲法 没有错 不过我只要跟大家讲 钱本来就先拿来投资 没有错 这我们不多讲 那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 都跟昨天跟大家讲过了 我也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大盘跌 我觉得是好事不是坏事 因为对我们来讲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在这里买进在那里买进 我没有必要每天去拼绩效 但是好的趋势 好的买点出现 我一定马上进场去买进 我也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真的 我想我们过去的成功经验 足以带给大家 对不对 未来获利的 我想只能说可能性嘛 我们不敢讲说一定 保证获利或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还继续死报活报 那一些不会涨的股票 说真的 就千万不要来找我了 祝大家操作顺利 开玩笑 Lunatic 无不得碎 估计 很开玩 优优独播